这是世界上第一台3D打印的米极光学测距仪 它的测量基线长1.4米 温远镜口径38毫米 放大倍率13倍 理论测量范围在100米到5000米之间 甚至高于一般的民用激光测距仪 如果你觉得它长得有点眼熟 那么你猜对了 它的主体部分确实是两根从建材市场买的下水管道 再加上几面反射镜和几个凸透镜 此外全部的关键零件都由3D打印制作 这台测距仪的设计参考了光绪年间 巴尔和斯托特公司发明的核像式测距仪 由于它使用方便、技能可靠 被陆海空军都广泛装备 你能在坦克、军舰甚至是普通士兵的手上 看到各种大大小小的光学测距仪 这种类型的测距仪采用了视差的原理 假设远处出现了一个敌方军舰 我们在两个相距L的地方 同时观察这个目标时 目标的方向会有一个微小的角度偏差 这个角度偏差叫做视差 测量视差的值 再加上一些简单的三角函数 就不难计算出目标的距离 这台测距仪的核心是两个相互垂直的反射镜 它可以把两侧入射的光线经过反射合并在一起 形成两个上下并列的像 在两侧各放上一个45度角的反射镜 目标发出的光线被两个反射镜反射后合并在一起 从目镜处就可以同时看到两个上下排列的分别来自于左右两侧的目标的像 旋转移侧反射镜还可以移动向的左右位置 当上下两个向对齐时 反射镜的旋转角度就是视差的一半 测量反射镜的角度就可以计算目标的距离 测量远距离目标时 反射镜的旋转角度还不到0.1度 这么小的角度非常难以测量 所以我采用了运动学支撑的设计 用三个螺丝支撑住反射镜 三个螺丝的顶点确定一个平面 改变螺丝伸出去的长度就可以调节反射镜的角度 这样可以把调节精度提高到原本的400倍 我写了一个Python小程序 预先计算了测量距离对应的螺丝旋转角度 再打印出来 做成刻度盘 这样就可以用螺丝上的指针直接读出距离 方便使用 为了测量远处的小尺寸目标 我给测距仪设计了开普勒结构的望远镜 这种望远镜由两个不同焦距的凸透镜构成 我使用到的物镜焦距是300毫米 目镜焦距是23毫米 把它们前后对齐 就可以看到放大了13倍的一键三连 不过开普勒视望远镜成的像是倒立的 我也偷懒 没有加上正向能镜 所以看到的目标是上下左右颠倒的 反正也不想使用 习惯了就行 测距仪设计定型之后 接下来就是制作了 2个月的葱 心酱 1小勺 3个月的颠倒 最后一会刺激的 颠倒 千千万 30分钟 2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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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索 18分钟 20分钟 1分钟 4分钟 周围 2分钟 3分钟 06 百姜 0 火 3 搭乱 0 脚 5 砂糖 2 砂糖 2 砂糖 侧距移基座上设计了四分之一英寸的螺纹孔 可以固定在相机的三角架上 我还设计了一个GoPro相机的转接头 可以直接接在目镜上 这样可以方便拍摄视频 这就是完工并正式定型的R2式光学测距仪 实际测试一下使用效果 用望远镜对准目标后 目镜中会出现上下分裂的两个项 旋转右侧的旋钮可以改变反射镜的角度 使得上下两个项对齐 刻度盘上指示的距离是210米 我在谷歌地图上测量这个建筑到我的距离是218米 再试一下其他的建筑 这个建筑距离我们300米 实际测量结果是320米 远处的这个建筑距离我们超过了2公里 准确的对齐上下两个项已经变得非常困难了 最终我只能测出这个建筑距离我们的距离在2公里到3公里之间 如果你也想拥有这样一台光学测距离 请期待下一期视频 教程篇 感兴趣的小伙伴 记得点个关注哦